那么你知道这一部分之后对吧 现在呢 我这个 一点击 它也对应的激活函数我也写好了 这个加密的信息呢 我也加密好了 关键的一步呢 就是你需要呢 去发这个邮件啊 邮件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出去对吧 那么将个内部啊 怎么去发这个邮件 那么在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发的这个 课件里面啊 给大家发的这个课件里面 我找一下这个课件啊 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 这里面啊 就我们这个之前发的这个新的课件啊 我们让大家特意看了一下激活的邮件啊 发送邮件 那么在我们这边 找到这个6.3 将过里面发送邮件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发邮件到底是怎么发的啊 你看到啊 在这里面其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你相关网站 你如果要发邮件的话 发邮件呢 你需要先把你的邮件呢 先发送给一个 邮件的服务器啊 就是smtp的服务器 然后由这个服务器呢 把这个邮件呢 帮你发到这个目的邮箱 中间呢 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到底 我们怎么去有这个smtp的服务器呢 我们在那边给大家说的就是 你像这个 有一些免费的smtp的服务器 比如这个163 126或者是这个 QQ啊 它可以提供让你免费使用它的smtp的服务器啊 那么但是呢 你要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去做一个配置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以这个163邮箱为例 给大家说一下怎么配置啊 首先就是你登录163的邮箱之后 找到设置这个项啊 就是在我们这里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设置 设置这边呢 这边有个QP啊 这样一选项 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呢 在它的下方有一个客户端 授权密码 点开它 那么 默认你刚注册完一个163邮箱的话 这个东西呢 是关闭的啊 你需要呢 点击 开启 那么你点击开启的时候 你注意它会有下面这样一个反应啊 让你点击这里面呢 给你的手机发一个 验证码 然后你收到这个验证码之后呢 你去输入这个 验证码 好 点击确定之后 它就会弹出来一个框 让你设置这个客户端的 授权密码 那你注意啊 这个授权密码 你不能设置完忘了啊 因为我们发邮件要用啊 设置完这个授权密码之后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呢 下面就是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图啊 直接呢 把这些 直接点击 确定啊 进行开启 这样的话 你这个基本的设置呢 就设置完了啊 你已经可以 你已经可以使用这个 163的免费的 smtp的服务器啊 服务器 那么 但是哎 你在做之前 你需要 还需要呢 在将过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去加一项 配置啊 发送邮件的配置 那么这一部分在哪呢 其实呢 就把这一部分 去放到你的 项目的 配置文件里面啊 放在项目配置文件 就 拷贝 哎 直接放在我们这个 项目的 配置文件里面啊 就在这里面 我们就在下面 去配置这个东西啊 然后在这里面 他呢 就是这个 发送 邮件 配置啊 发送邮件配置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啊 这一部分的话啊 那么我们说 这些配置项啊 你不需要去记啊 讲到这里 我给大家说几句啊 就是 你像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 风本编辑器的配置 对吧 还有这个 邮箱的配置啊 这些其实都是固定的啊 你像固定的东西 你就没有必要去记忆啊 你不 不要有些同学认为 老师我是这个 新手 我去敲一下啊 你说你敲完这个东西 有啥用 对吧 哎 你敲完东西 你敲完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用的 它是固定的格式啊 你像固定的格式 三万行代码啊 记这个三万行代码呢 你应该去选择 记这个 核心的重要的代码啊 有些东西就不要去记啊 不要去记啊 好 OK啊 这面上中 我们给大家说一点其他的啊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下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看到 发送邮件的配置 对吧 首先前面的这个配置呢 是 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是使用这个 smtp帮我们发邮件 对吧 就把它配置完之后 那么这个emailhost的呢 就是写上这个 发送邮件的 smtv的服务器啊 这个emailhost的就 发邮件 发邮件的啊 smtv服务器地址啊 就是smtv服务器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写谁呢 我们 我现在呢 我使用的是这个163 对吧 那么163的这个 smtv服务器的地址 怎么写呢 你看到啊 点到这个上面啊 点到上面 那么这里面呢 好 这里面你看到 有一个smtv服务器 就是这个地址啊 所以我在这边 写的就是他 对吧 那如果你是126的话 你应该写的就是smtv点 126啊 OK 好 这是这样一个地方啊 然后呢 这个你像smtv这种服务呢 他的端口号是固定的 就是这个25 你也不需要去骗 然后还有一个配置箱呢 叫做emailhost的 就是啊 这个是发邮件的 这个邮箱 那么这个邮箱 你应该写谁呢 就是你自己 你刚刚是在这个邮箱里面 是不是设置了这个授权码 你就要写你这个邮箱啊 那我在这里面 我要写我的啊 直接就在这里面 这个 啊 写上他对吧 然后下面呢 emailhost password 这个就是刚刚让你设置的 这个客户端授权密码 哎 授权密码啊 然后把这授权密码写过来 写过来之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呢 叫做 收件人看到的 发件人叫做emailfrom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收件人 看到发件人是在哪一部分显示呢 你比如说啊 找开一个邮件 点开这个邮件啊 点开他 那么你看到 就是在这一部分啊 发件人是谁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写上天天生鲜啊 在我们这里面 哎 其实呢 就是写上这个东西啊 写上一个 天天生鲜 OK 后面这一部分啊 你注意这里面的这个东西 你不能随便写 你不 你不能说 我想写谁的 写谁的 我倒用别人的邮箱 对吧 我知道他邮箱是啥 哎 我就写上他的东西啊 哎 别人一看是他发的这邮件啊 这个 这个 是不可能的啊 这一部分 写的必须和你上面这个东西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否则你这个邮件你是发不出去的啊 好 OK啊 写的是他 好 那么这是这一部分啊 当你把这些都写完之后 这个配置呢 就完了啊 你注意你要改的地方有哪些啊 你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的smtb服务的话 你要改这个地址 对吧 你还要改这个发邮件的邮箱 客户端的授权密码 还有这个email from啊 其他的你就不需要呢 去动的啊 好 你把这个配置完之后 下面呢 我们怎么去发这个邮件 那么 你注意 将go本身呢 他帮你内置了这个发送邮件的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在这个将go.call.mail模块里面 在这个模块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哎 这个方法呢 叫做 send mail啊 他呢就可以帮助你呢 去发这样一个邮件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最终要在试图里面发邮件 所以呢 我需要在这边把这个函数呢 导入过来啊 导入过来 我就直接 在这里面啊 在我们这里面 哎 导入这个发送邮件的函数 from我们的 将go.call.mail import send mail 这个发送邮件的函数 下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发邮件了啊 发邮件 那么找到我们这边发邮件 你直接呢 就可以调用这个send mail呢 去发邮件 那么 首先呢 我们看到啊 send mail呢 它有一个参数 对吧 第一个参数呢 叫subject subject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干嘛呢 subject是这个邮件的主题 邮件的标题是什么 你要通过subject的这个参数呢 指定 比如我在这里面写一个参数啊 subject的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写一个啊 天天生鲜 欢迎信息 你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 我就写一个啊 天天生鲜 欢迎信息 OK 那么 然后呢 它的第二个参数啊 你看呢 我先把这第一个传过来 我就传这个subject了 第二个参数呢 它还有一个参数叫做 message啊 message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邮件的证文 邮件的证文啊 message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邮件证文 好 比如说我把邮件的证文 我放在这边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 第三个参数是什么啊 叫做 from email啊 这个fromemail 这个参数呢 就是发件人是谁啊 发件人是谁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要定一个变量 叫做sender啊 我通过sender这个变量 我指定发件人是谁 那么跟大家说 发件人 你看到我们刚刚在这边 是不是设置了一个 看到email from啊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它里面这个配置项 sendings 点email from啊 ok 那么 这里面 我就把它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 第三个参数 写上一个 sender啊 然后 第四个参数 你要注意一下啊 第四个参数呢 叫做 这个啊 这个参数呢 你看到它是一个下编 list 对吧 这个是干嘛呢 收件人的一个列表 就你这个邮件 可以一下发给很多人啊 收件人的列表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需求呢 是让他发给这个用户的注册邮箱 对吧 所以呢 我可以定一个 哎 列表啊 比如说我叫他啊 receiver 等一个列表 然后里面写上一个email啊 然后我要把这个收件人 我就放在这个里面 receiver啊 ok 哎 这样几个东西啊 那么你有了这样几个东西之后 他就会帮助你呢 去发这个邮件啊 发送这个邮件 好 那么 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试一下啊 试一下我们这个邮件 能不能发出去 哎 点击这里面 我们启动我们的项目啊 python manager 评论出一个run server 好 那么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访问这个 注册页面啊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啊 重新打开一个 好 哎 在这边直接敲打啊 user register 哎 注册 对吧 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个 5 好 密码 好 点击注册 OK 哎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已经挑战了首页啊 挑战了首页 看一下我们这个邮箱 有没有收到这个邮件啊 在这里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刷新 好 看一下23了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过来一个 哎 刚刚发的啊 点开之后 你看到发件人 是不是他 对吧 那么 邮箱证文 是不是这个邮箱证文 message啊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发邮件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最终我们要在这边邮件证文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显示一个欢迎的信息 有一个激活链接 对吧 我就需要在这边写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写上一个 H1 写一个H1 哎 在这里面 哎 比如说 我要欢迎谁 对吧 我要欢迎一个用户 那么我要把你用户的名字呢 显示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呢 使用这个百分之后 S呢 对他进行一个 替换啊 百分之后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欢迎 对吧 哎 欢迎你 那么成为 天天生链 对吧 哎 天天生链 注册会员啊 注册会员 好 那么 然后呢 下面 我告诉你 请点击 以下链接 激活您的账户啊 哎 请 那么 点击 哎 下面 链接啊 先链接 哎 激活您的账户 OK 然后 换个行 哎 我就在这边换个行啊 换个行 之后呢 下面呢 我要在这里面 我开始给他显示这个链接的 对吧 我写上一个A A里面呢 斜杠有一个 A 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这个A标签呢 最终我们显示给用户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链接 对吧 所以我需要在这边写上啊 ITB 127 点零点零点一 冒号 8000 我这个网站的地址 然后呢 写上Yusa 有一个 Active 对吧 Active后面 是不是有我们生成的这个 2K 对吧 所以我在这边 我也直接呢 写个百分之后 我一会呢 进行一个替换啊 那么本身这个A标签 是不是应该有个herb属性 对吧 这个herb属性 是不是还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你需要把它 再来一份啊 再来一份 直接呢 也放在这个地方啊 放在这个地方之后呢 下面我们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使用了几个百分之后 一个 对吧 这是用户名 你注意啊 第一个呢 是这个用户名 对不对 那么然后呢 这一个 还有这个 这俩s呢 都对应的是我们的2K啊 所以在这边 对它进行替换百分之后 写上一个User Name 然后里面写一个2K 再来一个2K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去发这个邮件啊 你在这边 你直接呢 去发这样一个邮件 直接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注册页面啊 注册页面 就在里面有个Resource 然后呢 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6 注册 好 输入这个邮箱 然后点击这里面的 注册 好 又过来了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这个邮箱啊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 咋了 不是这个王 有啦 有啦 您收到一封新的邮件 看23了 已经变成23了 我的天 每一次上课 我都在吐槽这个王 上午我在那边就发不出去 等讲完今天的课 再网 我就不吐槽了 不然今天要发这个邮件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连个热点 断开啊 断开啊 等我断开 我再联想啊 我再联想啊 今天这个网咋了啊 这两天你说也不扫黄 也不干啥呢 再登录一下吧 我都害怕 我一块我登录不进去啊 不是刚刚还好 你这个 百度 你看访问百度没问题啊 这关键是访问这个 OK啊 这边过来了啊 点开之后 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了 对吧 然后点开它 OK 你看一下这些部分东西 你看到没有 这边显示什么内容 它是不是把这个东西 给你当成字符算 显示出来了 对吧 没有给你解析为 这个HTML的内容啊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说怎么解决啊 你如果你的这个 message 邮件证文里面 你含有这个HTML的 内容的话啊 你不能通过 第二个参数来传 那你通过谁来传 它还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HTML message啊 通过它来传啊 通过它来传 它就会给你解析为正确的 HTML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放在下面 我再定一个参数 这个 好 在这里面啊 我们就是把这一部分 直接呢 去拿过来 看到啊 这一部分 把这个链接呢 我们就拿到我们的下面啊 把它拿到我们的下面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单独定一个参数 叫做HTML Message啊 Message啊 好 那么把它放过来 好 这里面多了一个 OK啊 这里面多了啊 多了这个链接 对吧 后面呢 应该还多一个 哎 这个呢 是在这边呢 也多一个啊 OK 删了 好 这也没问题了啊 那么像这个Message 你传什么呢 你就直接传一个call 它就没用了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ITML这个参数呢 来指定 我们要发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ITML Message啊 代表我里面是 含有这个ITML的内容的啊 OK 那我们给大家说 你在传这个ITMLMessage的时候 你注意啊 你不能直接在这边 写这个ITMLMessage啊 它不是第五个参数 前面这四个是按顺序传的 它这个呢 是专门有一个参数 叫做ITMLMessage 所以你必须呢 指定这个名字啊 那么你指定这个名字之后 你再去让它发邮件 你就可以呢 看到这一部内容了啊 直接还是在我们这边 Uda Adjust 再来一个 刚刚是六是吧 七 OK啊 过来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 刷新下这个页面 看到是不是又来一封 是吧 来一封新的啊 点开之后 那你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个链接 看到没有 谁 欢迎你成为这个注册会员 请点击下面激活你的账户啊 那么在这里面 注意我们这边 你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链接 这个地方 你看是不是有个B 然后这个东西啊 那么你注意 它在这边给你返回的这个东西呢 它呢 是 我们加密之后啊 你加密后的这个信息 它给你返回的是一个 byte的一个数据啊 那么你需要呢 我们不想让它显示这样一个byte 对吧 我要让它显示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需要呢 把它转换一个字符串啊 把一个byte 字节流的数据 转成一个字符串 你需要呢 对它进行一个 解码 decode啊 decode的谁呢 utf8啊 它帮你加密之后 就是utf8一个变化 你解码也是utf8 那么默认 你注意啊 默认decode 它的这个解码的方式呢 就是utf8 你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给它省略啊 直接写上一个token啊 写上token OK 那么你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在这里面 你去注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它发过来的东西 就没有那个b的啊 OK 这里面又注册一个啊 注册完一个之后 还是呢 就我们刷一下这个页面 好 又过来一个 对吧 又过来一个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是没有了 对吧 这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 然后呢 我们在点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表里面的数据啊 smartili 然后在这里面 查一下这个东西 好 最后一个 id等于9的是这个smart等于8 对吧 这个executive等于1 那我现在呢 我在这边 我要点一下它啊 直接一点击 好 这是不是跳转到登录页了 对吧 然后呢 再去我们数据库里面 你去看一下这个过程 直接一看 是不是变了 看到没有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用户账户的一个激活啊 用户账户的一激活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激活的内容 我们的邮件呢 也发出去了啊 谢谢大家